大火直竄天際 從遠方的民宅就可看到 中遊大林立遊場 在27日晚間10點35分 金船爆炸起火 火勢沖天讓人看得觸目驚心 消防局也緊急出動 18車前往搶救 當地居民憤怒難眠 怒嗆伏 大林浦不牽村就請牽場 高雄市議員陳立娜則通批 中遊公安事件不斷 現在又有新的立清處理廠要建置 市府千村決策上無能無為 居民生活上飽受威脅 無法再人 將前往廠區門口無限期圍場搭棚抗議 直到千村為止 我們至於油價不叫一公升一百這些人有腦嗎 可以啊 就叫中遊該去你家隔壁就好啦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啊 開電車 有道理耶 那就換台電滾出去 你以為旁邊沒有台電啊 我以前住在那邊啊 我是搬家搬出來的 來 我跟各位大概科普一下 昨天爆炸的地方呢 我跟你講啊 中遊有多大 這邊 這邊一區 這整區是他的喔 這一個區域喔 從這邊到這裡 這大概這一半都他的 中遊有沒有 大概一場一場 來旁邊還有這裡 這一整片都是中遊 一整片 這裡都是中遊 來 中遊旁邊還有什麼 台電也在這裡 恭喜 你說台電滾出去 欸 說了還真的有 台電這裡 好那那些人住在哪裡呢 那些人住在這裡 那些人就住在這裡啊 這裡是中遊嗎 那些人就大概從這邊 從這邊開始吧 從這裡開始 從這個 小叉路這邊圍一圈 然後到 到這邊都還有人住 這一圈 他們就 他們就真的是被中遊 台電 欸還有什麼 還有我們的 最棒的中鋼呢 啊 中鋼 也在這裡 啊 恭喜這裡還有中鋼 欸 那你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台船 台船也在這裡 要什麼有什麼啊 這邊 這就是我們林海工業區 偉大的地方啊 還有啊 上次爆炸 李長龍化工在這裡 呵呵呵 烘天巨響連環爆 發生在2014年7月 李長龍化工發生 鋪血管線外洩 釀成氣爆 32死272人受傷 然後還有什麼 中石化在這裡 啊 你要的化學廠 全部都在這裡 我以前小時候也住在這裡啊 以前我家大概住在 在 這裡 然後然後我老家 我老家大概在 這裡吧 已經不見了 已經 已經被 已經被這個蔡英文政府 拿去當那個貨櫃廠了 沒了 現在變這樣 不見了 我老家被拆掉啊 所以說呢 要牽村 還是有一定的難度的啊 這邊這邊這麼多戶 這邊少說1000戶有吧 一兩千 一千多戶吧 整個大連譜 大連譜簽了 鳳鼻頭的人也會想簽啊 這邊叫鳳鼻頭啊 後面後面這一段 後面 比較後面這一段叫鳳鼻頭 有什麼美食嗎 欸 你還真的問對了 小時候 小時候有一家阿靈排骨飯很好吃 可是現在長大了 看他的兒子來做的時候 就不好吃了 阿靈排骨飯 好吃喔 小時候是很好吃 現在還好 可能是因為 可能是因為地溝有沒了吧 我在想 看個衛星圖好了 這樣應該看得更清楚啊 這邊全部都油槽啊 有些什麼廢油槽一大堆啦 反正這裡很多槽就對了啦 隨便炸一個 隨便炸一個 隔壁那個應該也炸了 這麼大一顆 這邊都還是 全部都是 而且昨天炸的還不是汽油 昨天炸的應該是什麼 他們說是什麼 什麼重油拖 那個那個我不太懂 我不太懂 那種東西我不太懂 反正就在拖 講講講就是 就是可能把好的 好的東西跟壞的東西 先分開之後 然後可能做一些處理吧 昨天爆炸的好像在這裡吧 昨天爆炸是哪裡 我看一下 還是這裡 這邊進去嗎 我也不知道昨天爆炸在哪裡 感覺很近 但又好像又沒有很近 大力粉軍品考國運有加分嗎 中油有加分啊 住在這裡的人考中油有加分 我跟你講加分也不一定會進去啊 你以為加分就考的進去喔 走後門的一大堆 你加分有個屁用啊 要有人在裡面你進去 你才有機會進去啊 你以為說加分就加的進去喔